北京时间9月24日凌晨2045分,西甲第五轮巴塞罗那主场引战赫罗那,主队巴塞罗那近期战绩非常好,西甲赛场四轮保持全胜,欧冠也取得开门红, 五场比赛打入14球,丢4球,对内头号球星梅西状态也非常出色,上一场对阵埃音霍恩的比赛,上演了帽子戏法,目前领跑西甲和欧冠双料射手榜,巴塞上个赛季西甲场均失球0.76个,西甲第二少,本赛季至今五场比赛三场实现零封,近22场比赛,巴塞只有三场平局,整体打法较为激进, 巴塞罗那的主场非常强势,上赛季联赛主场保持不败,本赛季至今主场也保持连胜,而且巴塞北赛季三个主场都最少打入三球,最多打入过八球,场均五球,唯一的不利因素就是巴塞方面,刚刚结束了欧冠小组赛的比赛,球员体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还不知道, 但是巴塞是连续主场作战,这方面影响不大,赫罗那近期取得两点胜,西甲四轮比赛,取得二胜一平一负的战绩,打进五球丢六球,赫罗那防守端表现较差,上赛季联赛场均失球达到1.55个,西甲倒数第六,新赛季的防守依旧问题很大, 赫罗那作为上赛季西甲的升班马,由于曼城入骨,球队实力提升明显,连赛最终排名第十,主客场战绩相差不大,新赛季球队并没有针对性的影员,影员力度一般,阵容没有太大变化,双方的战绩上,赫罗那从来没有赢,过巴萨,上赛季西甲巴萨主客场双杀对手,主场关了对手六个,客场也赢了三个球, 防守较弱的赫罗那碰上进攻实力超群的巴萨,有很大几率打出大球,本场比赛压盘各大机构普遍开出2.75球或者三球,看好巴萨主场能够竞胜对手三球以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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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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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